台灣的旅客的防疫觀念跟防疫措施 都非常的自我意識非常的高 他們就是上飛機的時候 會自己自備自己的濕紙巾 然後再擦拭一點自己的桌子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這個防疫觀念做得非常好 儘管我們都有消毒 但他們在這方面還是做得非常的好 有此人將れる充定 珍珠機械 幾乘 花 水 你好,歡迎這邊借我看一下登機證 你好,歡迎登機,歡迎大神星與航空 今天是剛好是日本開放自由時的G6天 機上的乘客有比較多嗎? 機上的乘客多了嗎? 大概幾乘 我必須說至少大於七乘 像今天的航班,我們的總位置數量是188 那其實今天也是過半 之前因為剛進去後原因所以蠻多量 就是當地網伴拍日兩邊的學生也好 或是商務客也好 那現在比較緊張的是旅遊啊 然後有些看清的也都有 那其實公司的後盾真的是蠻強 很多防疫的措施、資訊 必須在第一時間都很做啊 那很多部門、職安室也好、人資也好 甚至是我們的空服管理這個單位 都有做很好的溝通 所以在第一手消息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無錯事情 目前來講我覺得 因為疫苗的打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自我防疫的意識也都蠻高的 擔心的話就是 應該是還好 我覺得有比前面一兩年好都非常多 很多很深刻的事情 那特別是 我覺得台灣的旅客的防疫觀念 跟防疫措施都非常的 自我意識非常的高 他們就是上飛機的時候 會自己自備自己的獅子金啊 然後再擦拭一片自己的桌子 我覺得喔 台灣也真的很棒 這個防疫觀念做得非常好 儘管我們都有消毒過 但他們在這方面還是做得非常好 大部分的民眾以及客人 他們都屬於蠻諒解 不管是外界聲稱的一些詞彙也之類 那其實他們對於自己人都還是蠻力量的 然後甚至是在旅遊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還是滿足許多客人的崗星需求 所以在旅遊當中他們也是 對我們蠻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上了新宇航空的航班 那現在來帶大家微開箱一下 新宇航空的經濟艙位子 角度位置還算寬敞 是可以生的 然後下面還可以放一個洛碑包 那機箱的話 它會附的東西有一個小枕頭 然後還有一個毛毯 那屬於防空經濟艙的部分的話 提供Wi-Fi 但是 可以使用渾身學習的傳送 它看起來有10枚可以使用 速度的話它會慢一點點 但是沒有不太會影響到石油 所以就是有燒肉片 然後還有飯和餐 然後還有小配餐 然後旁邊還有小配餐 那 那這些排式蘿蔔糕部分 排式炒蛋和蘿蔔糕 它的炒蛋好動地喔 就真的很像 早餐到早餐點吃得到那種 好 然後 可以喝一口 蠻清爽的 然後它有一點點微酸 很像加那種 多多 加一點多多的感覺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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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尾巴 加熱 超級超級超級 by bwd6